今天的這個半導體的大件事 就是台積電的法術會 為什麼這次特別重要 從5月底開始到7月中 半導體的這個 國王跟女王分別的造訪台灣 也掀起了AI的這個台股資金浪潮 但台積電有沒有真的受惠 大家都拿放大鏡在看 Q2的營收公布了 財報公布了 這個儘管是出現了衰退 但是優於市場的預期 不過大家更好奇的是 對於第三屆展望如何 好像似乎有點差強人意 沒錯 我剛才明君講到 最近大家都在封AI 封AI來說的話 當然不是只有聽這些廠商說 重點是大家要聽台積電怎麼看 因為台積電他的說法 往往就是洞見觀瞻 那他今天下午先公布了 他第二季的這個財報 營收是4808億這個新台幣 紀檢是約莫是紀檢的 然後當然就是說 毛利率來說是54% 這倒是比原始人預估要稍微好 因為原先的預估是52到54% 他是在這個預估值之上 然後盈利率42%也比預估值要好 那這個EPS是7.01左右 那實際上比預估好 那照理說台積電應該是 對下一季應該展望也不錯 但沒想到他對下一季第三季的展望 確實比大家預估來要更不好一點點 那事實上這個水準大概跟今年的第一季差不多 所以照理說應該過去的台積電 第三季會很好 但他現在變得跟第一季差不多 所以言下之意就是 並沒有太好的一個狀況 然後他說如果以新台幣30.8 對應美金的這個匯率假設 毛利率大概是51.5到53.5 你看這個就比這次要略微稍微退一點點 那營業利率大概是38到40左右 好 那為什麼會這個樣子呢 是像台積電的說法是這樣 原本大家都預估說 台積電之前是說 這個庫存調整在第三季會結束 但沒想到庫存調整 好像比預估了還要更久一點點 他說第三季來自AI的需求非常好 的確是有AI的機感 對 但是不能夠完全彌補 當時庫存的調整 還有經濟前景不佳的這個干擾 他特別點名到 中國大陸那一邊的這個經濟 還有緊接下來的這個 包括說手機等等 好像不是太好 那客戶在今年來說的話 會謹慎全年都是一個 管控庫存的這個局面 然後他同時提到 原本呢 今年全年的這個產值來說的話 他預估大概是衰退6到7% 他現在也把衰退幅度把它拉大 可能衰退到一成多左右 有一個數字 有衰退到百分之十 對 那從此之間 他在這個所謂資本支出的部分來說的話 也是維持一個比較遠扁 原先比較保守的那個數據 你可以看到說 其實連外媒 都第一個時間報導的台積電 外媒的說法是說 他是四年來第一次的 這個衰退的這個狀況 所以我覺得今天這個 從美盤到今天晚上的夜盤 甚至明天的台股 可能都要面臨到台積電的 一個衝擊 不過我們來看一下 台積電的他整個的這個 營收的這個金額來看的話 事實上目前為止他的先進製程 營收比例是相當高 來到53% 我們可以這樣看 其實以目前為止來說 先進製程是非常非常好 尤其台積電的獲利重心是這樣 所以他的先進製程好 我們看到 我們不是今天有公布財報 還有立基電 立基電就是比較偏向 比較沒有那麼成熟製程 他就表現得不好了 所以台積電其實就是因為 先進的好 那成熟製程 目前為止 並沒有那麼好的一個狀況 如果你用這個個別的 這個機變化來講話 你看車用跟所謂的消費型電子來說 還是比較好的 如果以這個消費 你可以看到 這整個第一季跟第二季的 這個電子 這個消費性電子是增加很多 這個部分來說 以台積電來說 就是歸類在所謂的HPC 這一塊裡面的領域 除了這個之後我們就講 事實上以台積電來講的話 當然大家都希望說 他股價能夠往上撐 但是事實上 現在市場的焦點 更是擺在所謂AI上面的一個情形 對 因為今天這個法術會也講到 儘管第三季有看到AI的集單 不過的確這個消費性電子 沒有看到明顯複蘇的跡象 是 讓我有點擔心 會不會他預告了iPhone賣得不會很好呢 那iPhone賣得不會很好 也影響到蘋果未來的營運 但是蘋果總是要有新的策略 是 手機市場逐漸飽和 但是他也要切近AI了 對 沒錯 我覺得手機目前為止來說 蘋果應該還是不會太差 只是說其他太糟糕的一個情形 那剛才明君講到說 蘋果要靠一個什麼未來 能夠再持續往上墊高 如果你注意到最近美國股市裡面 微軟是滿強的 微軟目前它整體的市值 已經來到2.6兆 逐漸進逼到這個蘋果的市值 但是昨天的時候 蘋果如果你有操作蘋果的話 昨天蘋果突然之間在中午的時候 美國時間中午突然急拉 我一口氣拉上去 各位那時候它一口氣 就增加六七百億美金的市值 那到底怎麼回事呢 主要原因是這樣 目前市場在傳說 它要研發一個叫Arjax的 所謂Apple的GPT 也就是說你不是只有你Google 或是說你這個 微軟有GPT 我也有GPT 而且它未來會把它整合到 我的產品線裡面 所以你看每這個數秒之內 就暴增了這個 約1.8兆台幣左右的市值 好了 我們就講 實際上它到底有什麼樣的梗 這都是目前為止 大家爆料的可能的狀況 大家想像的 對 就Live Voice Email 是什麼意思呢 譬如說你看 我即時跟你在講話 我們兩個是在 用視訊在講話對不對 用視訊講話之後 它可以怎樣 它可以馬上就出現字幕 就是我們講的話 它下面會有字幕 對 就字幕 就馬上就出現 太厲害了吧 所以這個功能 我覺得非常強大 以後怎樣 以後我們都可以用Live 來做節目 因為其實台灣的觀眾朋友 還不用上字 台灣觀眾朋友就是不喜歡 要看有字幕對不對 所以你看這就馬上就完成了 好 那除了這個之外 它還有什麼 原況的這個貼圖功能 就是說你可以執行 所謂物件偵測 就是說你有什麼東西不見了 你可以去找 這個東西到底是怎麼樣 而且你可以把它去背 譬如說我只要把這個籃球 弄出來就好了 它到底在什麼地方 你就知道這個其實功能 是相當相當強大 你可以完全客製化你的貼圖 你可以人這樣子之後 然後把這個圖 就直接給它弄上去 可以客製化各式各樣的一個 照片 貼圖的一個情形 另外還有一個叫做說 發表人的這個跌幅的這個視訊效果 這是什麼意思 我們知道其實簡報 簡報在發表的時候 有時候可能就是 我們都是在這上面對不對 就是畫面可能就是這個PTT的圖案 對 就是圖案 或者是說你要視訊 你可能就是這個一個鏡頭在後面 然後我就在這個地方 或是用視訊這樣 它可以直接把它弄在上面來說 這樣其實在簡報的時候 會更加清楚 就是簡報跟主講人 可以同時融合在一個畫面 對 那這完全就是蘋果目前 在構想的一個狀況 那這都要靠大量的AI 為什麼 因為你要把這個圖像 即使弄到另外一邊來說 你要合成一個新的 這都要非常多的AI生成器 甚至連這個 所謂的疊加的這個效果 這都是要用這樣的一個技術 那除了這個之外 你看還有Vision Pro Vision Pro就是它之前發表 相關的這個產品 它也用了大量的這個 相關的這個神經科的這個科學來 也就是說類似這種所謂 這個多重學習的方法來開發 那它AI的這個模型 會透過眼球的這個活動 大腦的這個狀況 然後可以知道說 你下一步要做什麼樣的狀況 所以Vision Pro也可以應用AI 對 它未來就是大部分的AI 它其實Vision Pro未來可以講 會知道你什麼 它可能就用來偵測這個 抓取你眼睛 還有你老婆裡面所有的 很多的資料 那你的眼睛動在哪裡 也是在想什麼 這個它可能未來 可以有更多AI回饋的時候 所以未來搞不好 你眼睛瞄一下動一下 它就知道你要幹什麼事了 那這是蘋果目前 在做的這個AI的產品 它在它的未來的產品裡面 都要融入AI 那當然除了這個Apple之外 伊隆馬斯克也是一樣 他目前為止來說 就是我要弄一個什麼 Dojo的這個超級電腦的這個計畫 那這個計畫要做什麼 這個計畫其實 就是用來處理大量的這個資料 包括說像特斯拉 因為我們知道特斯拉 每一年都是他在車上跑的時候 他有很多鏡頭 很多這個照片 都會傳到他的這個公司去 雖然說他說我沒有侵犯你的隱私 但是因為他要收集這麼多的資訊 甚至不是他有人說 我在這個車上的鏡頭 搞不好那些資訊 都會到他的那個地方去 那他收集這些來要幹什麼 他收集這些來就是要 創造他的自駕軟體 所以為什麼他的這個 所謂的FSD 目前為止會是最好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 他有大量的這個數據在這個地方 那尤其是他為什麼這麼害怕 因為我們知道其實伊隆馬斯克的 過去一段時間 他賣最好的地方就是在美國 特別是在美國的加州 但是目前為止 賓士已經拿下了在美國加州的 這個所謂的自駕車的這個 許可證 他其實這個不是完全自駕 這大概是 有沒有是Level 3左右 就是說有人坐在裡面的自駕 對 大概是Level 3 不是完全 不是全自駕 你就逼 你大部分的時間可以拿開 但是必要的時候 還是手要放上去的自駕 以前是特斯拉先進去 現在賓士也跟上了 主要為什麼是這樣 因為賓士他就在這個地方 已經取得了所謂 路上的上路的許可證 目前為止來說 因為特斯拉在這個地方的 這個市占率高達72.7% 所以等於說 你賓士已經打到我的主場裡面來了 結果我目前為止 我的這個所謂Level 3的這個 這個自駕我還沒辦法上路 這個當然對他來講 壓力是相當大的一個狀況了 好 不管是Apple 或者是賓士或特斯拉 想要切進這個AI的運用 當然都需要非常強大的晶片來支援 沒錯 這幾天我們知道這個 半導體女王蘇之鋒來到了台灣 也拜訪很多台灣的供應鏈 積極的固裝 那固裝的大條卡機 那當然就是台積電 沒錯 對 我們必須這樣講 事實上這幾天來說 他有建了非常多的這個 他的供應鏈 但是其實最重要 他還是要來拿COWERS的這個晶片 目前的COWERS的這個技術來說 他講得非常清楚 沒有台積電是做不到的 所以你知道蘇之鋒也講得非常清楚嗎 不是有人問他說 傳言說你們AMD轉單到這個三星 要找三星幫你做 他說你相信韓美的話嗎 他自己都這麼想 不可能 因為目前為止 真的沒有人能夠做得到 所以目前為止真的知道 台積電 我跟你講講 台積電現在只要能夠做出來的話 它絕對就是人家一定會要 只是目前為止 台積電到底它的COWERS晶片的這個產能 怎麼樣 當然目前為止是持續在生產中 就是我們我剛才講了 這個就是CPU GPU加HBM整合型這樣 然後整合一塊PCB在下面 這個載板在這個下面 好 所以我們就講 事實上目前為止來說 這整個 你看美國都說什麼 這個技術 因為COWERS的技術是台積電 這個算是在3D Fabric 這個所謂平台裡面架構出來 他說你看 他可以用什麼 六顆昂貴的第三代的HBM 連接起來架構 然後每顆記憶體可以持續的擴充 然後每秒3TB的高傳輸的速度 讓美國的科技說 這是怪物 所以也就是說 因為你整合了HBM之後 你可以處理的速度會更加快 好 目前為止來說 AMD跟NVIDIA 他們下單給台積電 台積電要做出去之後 他當然是給他大量的客戶 目前為止來說 你看包括賽林斯 博通 亞馬遜還有思科等等的卡戶 他們也要COWERS 值得這個訂單 為什麼 因為他們自己也在做COWERS 也在做AI 譬如說像這個所謂賽林斯 他有FPGA FPGA其實架構滿像的 博通也有AI 亞馬遜也有AI 所以現在大家都在用COWERS 所以目前為止來說的話 台灣的COWERS的供應鏈 主要就是在設備端這一邊 有所謂星雲 紅素 這兩家公司 這兩家公司 我剛好跟紅素的他們高層認識 他們說我訂單被追到爆掉 只要有訂單 就完全就會出去 當然不是只有他們 包括說像窄版的星星 他也是可以 因為這個 這一塊 對 這一塊也是需要用到 所以我覺得其實台灣的COWERS 這個產能目前不夠 目前在快速擴充之中 如果大家覺得說追AI 可能那些有一點高檔的話 那COWERS相關的這些股票公司 我覺得也可以值得留意 蔡依林有一首歌曲叫做 布拉格廣場 引發了很多台灣民眾 想去布拉格的幻想 現在台灣民眾去捷克布拉格 省下整整五個小時的轉機時間 因為華航宣布直飛布拉格開航了 但其實它是背負著國家任務開航 雖然守航爆滿 但班機已經滿到了8月 想要賺錢 這個航線說真的 還需要一點時間 不過人家說 他要賺錢 為什麼呢 只是直飛一個布拉格 可是你剛剛看影片當中 那些旅客 興奮成這樣 狂喜 為什麼 我要跟各位講 因為以前 大家都知道布拉格捷克首都 是一個浪漫之都 很多人都想去那邊 去那邊情侶也好 或者是度命運也好 或者是想要探訪布拉格 你看看這畫面 布拉格的這些古蹟也好 但是如果今天轉機 你經過東南亞 或者是經過中東 阿布達比 杜拜等等 你都要浪費大概4小時 差不多 那我現在可以直飛 對不對 我也不用怕在飛機上 腰痠背痛了 所以你看他們好開心 我跟各位講 7月18號 華航破紀錄創史上直飛布拉格 19號一抵達 真的是所有敲碗族都通通拍手鼓掌 那它這樣子飛 目前總共總飛行時數是13.5小時 省下了我剛才所說的 大概4小時的轉機時間 而且也因為這個直飛 目前華航創台灣目前航空公司 直飛歐洲航點最多 班次最密集的航空公司 什麼意思 就說我不但直飛歐洲的點多 哪六個點 大家看一下這張圖 包括有布拉格 我們剛才講 還有阿姆斯特丹 法蘭克 羅馬 文宜納 倫敦 那一個不是 都是大家很想去的地方嗎 我都想去 對 那可是你要看這句話 班次最密集 我不但直飛這些黃金的航點 我還常飛 平平飛 那你沒事你幹嘛平平飛 對不對 你台東 我們國內線台東什麼都不太飛 為什麼 代表人多 所以給他看一下 你看 每週達到30班次 真的是怕死 歐洲限30班次 一天就在 光是飛這些城市 一天都要4 5班的意思 所以華航就講 我賺錢了 我賺錢 怎麼賺錢 他預計下半年的營收 在歐洲直飛的占比 要從12%到15% 不夠 不夠 他還講 他說我還要拉到20% 等於說營收的五分之一都要來自於歐洲 這年輕很大 對 但是怎樣 華航你以為你沒有什麼地爭對手 有啊 航空雙雄第二雄是誰 長榮航 好 那我們就來看長榮 你看看這張圖 其實我跟各位講 要以佈局歐洲直飛航線 誰不知道長榮是最先 其實最常飛歐洲是長榮航 以前我們飛巴裡第一個就是什麼 就想到長榮直飛對不對 你看一下 既然你華航現在這樣子佈局了 這麼積極 我長榮航直飛歐洲航點 你看 長榮紀2022年10月 首航米蘭 去年 米蘭 米蘭 你直飛米蘭 你就可以去佛羅斯 你就可以去羅馬 左邊又可以去法國 多棒啊 是不是 所以這個點很重要 那11月他還說 我還要在首航暮尼黑 又可以去德國了 德國的南部 是不是 那這樣子 你歐洲線到亞洲的中轉商機 我知道 講到這邊觀眾朋友感覺就有點卡住了 你不是直飛嗎 對啊 跟中轉有什麼關係 來 我跟各位解釋 今天我直飛 我就以我長榮 直飛 比方說米蘭為例好了 那我可以直飛那邊 那邊的人是歐洲人 也可以直飛來我們這邊 對 那他來我們這邊 他可能又會從桃園國際機場 再中轉出去 東南亞或日本等等 可是他會逗留啊 中轉可以逗留72到96小時 他不會出去觀光嗎 會 對不對 而且中轉如果又是坐你們家的飛機 那不是雙頭轉嗎 好 所以我們來看 從我剛剛的這樣的一個說明 你就知道長空雙雄 為什麼要這樣大廝殺 就是為了要搶這個歐洲旅客 到亞洲中轉的商機 對 不只歐洲直飛 歐洲航點 歐洲飛的頻率 我還要搶你中轉的商機 來 很快的看一下 中華航空六大城市 長榮航空六大城市 這裡面當然有一些是有重疊的 有重疊的 對 而且代表什麼 那個地方就是黃金觀光點 我跟各位講 中轉的商機絕對不容小覷 它甚至很可能 會是我們一家航空公司 營業額裡面 佔的比重相當的高 你知道2013到2019年 經淘機中轉的旅客 每年有30萬人次 我坦白講 我就一個人賺你1萬塊 你幫我算算看 是多少錢 但是疫情爆發 2021年很慘 中轉人數只有29人 從30萬到29 差太多了 我問各位一件事 你還記得2013到2019年 這航空雙雄的股價嗎 你再看看 這個到了2020跟2021 它當時的股價 股價就開始反映一切 好啦 那現在邊境解封了 對不對 豪空公司的機隊規模 也開始增加了 華航不是還要陸續 在租用這個A350的客機嗎 對不對 陸續征搬 逃機中轉 我這樣子把這些利多的 這個因素 通通陳列出來 你說商機有沒有 可以恢復 甚至可以超越 疫情之前的水準 我剛才說了 人這麼多 飛機一定要夠用 你看華航 有沒有 我剛才講 30億租A350-900新機 空中巴士 年底就到 太急 它真的很急 趕快 飛機趕快來 我年底可能還要再租一架新的 它目前我去查官網 它會有14架的A350-900 跟10架的波音777300一樣 好 那長榮航呢 你加我也要加 不能機隊規模 空巴 波音我都要 我北美夏季航班 我要大增班 美洲達84班 講到這邊 不是歐洲嗎 是北美 怎麼突然變得 講到北美呢 原來 這個都是外航人看熱鬧 內航人要看門道 我告訴你 又是中轉 其實站在航空公司的立場 北美直飛 所引發的中轉商機 才是最肥的 所以不是從歐洲 經過台灣中轉人到亞洲 其他國家好賺 是從北美經過台灣 在主張加工的國家更好賺 歐洲直飛還是歐洲中轉 只是我們航空雙修 比拼死殺的熱身而已 對 真正要一較高下 一較生死是在北美 來 我們看一下 我們看 華航現在新增航點 它要西雅圖 夜未免 目前它航點有 溫哥華洛杉磯 西雅圖 跟舊金山紐約 長榮航 它在評估巴士東 跟瓦斯頓DC 還有大勒斯 這些都要新增的 是 那它之前 我也跟華多人 都西雅圖都在舊金山紐約 之下就是對 星宇就比較好 因為新公司 它目前就有LA 對啊 只有LA 阿平庫舊金山 西雅圖他也在考慮 所以北美的直飛跟中轉 才是最大的商機 你就知道為何華航新豬 用A350兩架飛機 還有長榮航他要大增班 都是衝著北美的商機而來 那星宇呢 星宇也不是不知道這塊市場 可是你看 他今年12月 他要再開航舊金山 就我剛才講 他在評估對不對 每艘飛三班 坦白講 這個比例 這稍微有一點弱了 明年將每天飛 新機到位後規劃 開航西雅圖 有沒有發現一件事 航空山前 都搶進北美航線 但是要比的 就是你機隊的規模 比的就是你口袋夠不夠深 好 口袋夠不夠深 飛機夠不多遠 關乎未來 股價的上漲潛力 這航空雙翔今天股價 就非常飆了 會不會是因為 就暑假的效應開始顯現 外加剛才鐘哥講的 中轉的商機 更是一塊大肥肉 對啊 我們就拿航空雙手 長榮跟華航來比 畢竟兩家公司股本大 全值股嘛 所以你要說他活蹦亂跳 什麼幾倍那倒是不至於 可是我從今年的五月 花一條線 大家看一下 這是華航 華航本來多少 18 19 對 最高衝到27 26 27 漲幾% 50% 我們來看一下 長榮 來 今年五月 對低25 26 然後漲到多少 也是快40 也是50%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請問一個這麼股本大的公司 又是全值股 為什麼能夠在短短 一個半月的時間 我算兩個月 能夠漲50% 代表投資人一定對你心存幻想 甚至是外資 好 還有外資 那外資也好 內資也好 為什麼統統一起來加持 你知道華航現在 他客運 我講客運 因為我們曉得之前 華航的貨運也很賺錢 但是現在疫情恢復 旅客大爆發 我們講客運 航頂有63個 你知道這63個 亞洲佔35個 美洲5個 歐洲6個 大洲4個 兩岸12個 港澳1個 你有沒有覺得真的很多 滿多的 尤其亞洲 華航可以說是龍頭 布局得非常的完整 但是有一件事情 華航既然說什麼 我還要再開 你都已經有63個 我還要再開 你知道原因嗎 一點都不能少 因為後有追兵誰 長榮 來 長榮航空的客運 他這邊有沒有 航點53個 你看看 比一比 是不是輸他10個 華航比較多 對 好 那現在他要追 好 怎麼追 你看 他就講 他說我開啟巴士登 華盛頓DC跟達拉斯 但是三個沒辦法 假設這三個他都過 達拉斯很多台灣人 很多 在德州 對不對 假設 明君我就問 這三個都過 那我本來是不是差你10個 對 那我現在贏這三個 我就差你7個了 對不對 這就是我講的 一點都不能少 好 你要增加 那我也要增加 我要增加西雅圖 可是我們來看新宇航空 新宇航空就比較可憐了 新宇航空它目前要增加的話 還欠得到錢 可是今年可能航空業 會有很多錢進來 為什麼 來 國際航空運輸協會理事長 華爾西他說什麼 他說今年航空業 盡力將達98億 就是2940億台幣 他說那一句話 我聽了也是覺得很振奮 他說以前航空業會有 單旺季 大小月 寒暑假是旺季 對啊 連假是旺季 其他就不是 他說今年365天天天都是旺季 天天都賺 我每天看到好多人 都在臉書上面PO出國照 對 然後他還講 他說而北美航線 因為靠東南亞中轉客 所撐起的北美線 我舉例 我就以長榮航空 2022年的年報財報為例 他說他們公司 光是靠東南亞客人中轉客 撐起的北美航線的商機 竟然佔總營收的五成以上 有沒有聽到我剛才說的貓膩 北美 中轉 北美 中轉 因為很重要 所以我講三遍 這就是他們航空二雄 好 現在算三雄 他們最重要的一塊市場 獨特觀點 離清事實 破解謎團 我是陳明君 我是李嘉明 敬請鎖定 五七希望王 真相不漏網 5六星期間 海岸 東趙 四四四五趋